我是月珠 大家好 剛剛經過13759 打算買一些凍肉 誰知幾個櫃都賣光 你看看 剛才我兩個都賣光 這兩個櫃一點都沒有貨 這兩個也是賣光 本來是裝凍肉的 什麼事什麼事 這邊兩個都賣光 什麼凍肉賣光 趕快去哪裏有賣光 幸好這間還有凍肉賣光 梅頭 豬扒 快點買幾塊回去煎豬扒 讓我選擇 選五塊 要選擇更漂亮 買了五塊這個梅頭豬扒 回去煎豬扒 和大家分享 就選這五塊 清水解凍 今天用這個碗解凍 什麼都不用管 用清水浸至軟 然後就可以加少許鹽 解凍後先把水倒進去 先把水倒進去 加少許鹽 讓它去除雪味 腥味 讓它加入鹹味 大約十分鐘至十五分鐘 也不重要 鹽拿了十五分鐘 沖乾淨 淨乾水 再處理第二個程序 豬扒 又是淨也不乾 都是用吸水紙 即是廚房紙吸乾 吸乾再跟大家說 豬扒吸乾後 現在我們要處理一下 雖然這些是梅頭 就這樣煎 其實都好吃 但是如果再處理一下 就更加好了 以前我女兒做蛋糕的時候 有很多這些棍 我拿了一瓶 為何要拌一拌 拌鬆它 慢慢拌鬆它 沒有這些棍是怎樣的 那時候我都曾經拍過 珠扒 買新鮮豬扒 豬肉佬厲害 有一把菜刀 那把豬肉刀 當然是大於四倍 一拌下去就可以了 拌鬆 其實牛扒也是一樣 不要緊的 這些就是筋 這些筋 煎就沒問題 那時候我不是拍過 用急凍肉 叫來蒸豬肉 便宜一點 而且都可以 但如果用急凍肉 這些筋要起去 否則蒸在豬肉裡不好吃 煎就不需要 煎就可以了 這些梅頭 快快都拌一拌 拌一拌就行了 大快了 一拌 其實是拌鬆它的肌肉層次而已 快快都拌鬆之後 我們現在要處理薑 這個薑很有用 無論是急凍肉 就一定要 新鮮肉 以前豬肉老 幾十年前都教我 不過 他教我用這些薑 我懷疑它的豬肉不是很新鮮 急凍肉就用這些薑 刨一刨 刨一些薑汁給它 薑已經磨好了 放在盆裡 其實用手拿汁就可以了 我拿上來 把這些薑汁 慢慢 下去 放有薑汁的豬扒 特別好吃 豬肉也可以 其實 蒸肉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放多些薑汁 醃它就特別好吃 我們普通家裡煮菜 不想用太多味料 總之就是家裡吃得健康 這樣就好一點了 好了 把薑汁拌一拌 先讓它熟一下薑 味道 這些豬扒 嘩 特別好吃 我講真話 真的好 無論是新鮮肉 有就放 如果是薑肉 基本上都要放少許薑汁 好 現在我們醃肉了 洗乾淨是一隻羹 這隻羹 就等於一湯匙 我們叫一湯匙 用一湯匙的生粉 放少許鮑魚汁 一個湯匙 因為這次我只是煎豬扒 其實你放洋蔥 不是洋蔥豬扒 放番茄 就是番茄豬扒 一樣 都是放少許生抽 都是放一湯匙 有些豆香味 由於它是雪肉的關係 胡椒粉 放少許 沒有胡椒粉 放黑椒也可以 基本上不用放油 因為它本身有少許肥的肉 待會醃好它 大約醃15分鐘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加糖 為什麼呢 因為糖是比較搶火的 我們的技術很低 所以我怕煎焦 稍稍稍稍稍不需要加糖 有時候很多東西都說 糖是吊高一點 吊高幾倍 吊來吊去吊 但要看環境而做事 煎和炸的東西 盡量少加糖 醃15分鐘就可以了 醃15分鐘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開始煎豬扒了 五塊豬扒 我們用兩個湯匙的油 不要太多 慢慢不用太肥 我們易結鑊 就從生鐵不同 所以開波的時候 就不要燒到它 變紅了 現在下了油就可以燒一下 大約燒熱了 我們就可以下豬扒了 醃了大約15分鐘 醃久一點就可以了 基本上我們買菜回來 快快脆 醃得太久都不行 燒紅了就放進去 這樣煎一下 現在要收回小火 慢慢煎一下 因為豬一定要熟 千萬不要太心急 因為我們現在這裡 不是放太多油去煎 讓我們正常煎一下 煎的時候 先把它反一翻 因為大家的壽業程度不同 這樣把它反一翻 壽業的位置 不是煎成一面就不行了 兩面就好些了 這樣煎一下 慢慢煎 不用太心急 現在在家吃飯, 你也知道 多了在家吃飯 每樣都要健康為主 如果在家吃得很濃烈 就很麻煩 豬扒 是要煎熟 牛扒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現在可以翻一翻 就翻一翻 有一點焦香的感覺 因為我們加了生粉的關係 就可以了 有一點焦, 不用炸豬扒 如果炸的豬扒 要加很多粉 麵包糠, 又是另一回事 普通家的這些 加少許生粉就可以了 鷹粟粉的效果不太好 生粉的效果比較好 你要知道, 乾身是不同的 這兩樣東西 鷹粟粉做軟肉就好些 例如拌肉, 要來煮湯 要慢慢煎一下 這個火就可以了 不用吸 現在煎了一會兒 就是這樣 翻一翻 將它兩面, 因為火在中間位 這個又是調調位 調調位 等它調調位 在中間的, 看看它 都不可以了 由它這樣煎一下 好, 差不多煎了一會兒 我們開大火了 開大火 這個油的威力 現在就翻一翻 開大火翻一翻 這個又多漂亮 這些就OK了 這個差不多了 有這些焦香感才好 這個焦了一點 不要緊, 因為這邊摺到油的少 這邊又反而白 我們又要看看 等它燒一燒火就可以了 放大火, 現在可以煎 基本上可以了 下了醬油, 它有一層醬油的香味 如果你剛才有用糖來拌 它會很快焦的 知道嗎 這個可以了 OK了 可以了 現在我們就可以煎一層油 先夾它上來煎一層油 煎豬扒煎好了 很簡單 豬扒 怎麼切都軟 你看到 哇, 舊豬扒都軟的 很棒 搭過的是不同 如果厚身不搭過 都搭不過硬一點 這些很軟 你看看 這些很棒 這樣它們待會 蘸點茄汁就很開心 這些健康一點 吃的樣子都要 這些就是根部 肥肥的 OK的 OK的 放上去 好, 拿出去再跟大家說 煎豬扒出來了 最簡單 這個 最重要是放些茄汁 蘸點茄汁 那些人已經急不及待了 都未蒸好 魚就已經預備吃了 糟糕了 這個很棒 簡簡單 這些煎豬扒 最基本的就是放些薑汁去醃 味道就特別濃郁 其他味道千萬不要太多 因為它本身已經調味了 搬這些番茄 這些是裝飾 沒所謂 拍角和拍 是有些分別的 煎到它有少少這樣 是最好吃的 有少少脆口感 焦焦焦的 讓我先試一塊 我當然選一塊 這些脆薄薄的 你看, 多棒 一邊焦 這些不是焦焦的 這些是最好吃的 而且它不太油 讓我先試一些茄汁 這是最好的 這是最原始的方法 不用太複雜 讓我先試一試 嗯 這是享受感 做人就是 最重要的是這樣 自己做到 自己享受 家人 這些年輕人 待會都會搶完 我還未蒸好 那條魚出來 那些人傻了 簡單單單 希望大家有機會 嘗嘗這個 煎豬扒 多謝 多謝大家訂閱 越煮越好 記住 一定要用這些快熟 如果要煮的 要浸的 煮出來 會很硬 慢慢慢慢 高一點 灑下去 煎食纖維 到底是什麼 麥皮和纖維 有什麼關係 OK 隨便 兩殼多 OK 現在就煮水 過來蒸